詞曲 李宗盛 張宇人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學大家晚安 晚安,我們要開始今天晚上的課程 從今天開始,我們大概連續好幾週時間 跟各位介紹專案管理是怎麼回事 那我想我先開始跟各位說一些說明 就是專案管理基本上會是一個 就是很多企業都在 很多企業會組織在談專案管理這件事 可是呢很多企業會組織在談專案管理的時候 他通常會被老闆要求 會被一個企業的道理組織要求說 要跑石成毒或乾特毒 要跑成本績效出來 可是他往往會忽略專案其實的動用 會用到的所有資源是企業所有資源都會用到 所以專案管理是一個廣泛的學問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我會建議各位在做管理學的進修或學習的時候 可以先從不妨先從專案管理進來 然後呢透過專案管理了解很多全面性的東西 然後再往下去深化說 到底要在武館中的產銷和發財的武館中 哪一個學員去做深化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歐益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是先從人力資源開始 你會不免以偏袋 請問用人力資源角度去看這個事情 所以我建議用專案管理的講法 那我們這門課是 就是源自於國際專案管理學會PMI 國際專案管理學PMI這個組織 他們的課程就是PMP 國際專案管理師證照的考試這門課程 脫開從這門課程出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坦是因為 他們那門課PMP那門課 專門是在跟大家講 如果要去變成專案管理師 他會有一個完整的教育訓練 比如說專門的教育的證照的考試訓練 可是我這門課除了把PMP或PMI這種 考試證照的東西拿進來討論 以外 我另外會再多加上配對東西 這才是我要考的重點 為什麼就是 我這門課的重點是要協助各位 變成是企業下一代的接班人 不會只是做專案管理員 或者是企業各部門主管這麼簡單 為什麼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在企業裡面 通常做管專案的人 絕大部分是專員 或者是資深專員 有可能是各部門主 如果是更大一點的專案 可能是各部門主管 出來幫忙 來當專案的leader 可是你就想 如果你是企業的專員 或資深專員 你當這個專案的召集人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在這個專案 運作過程當中 學到企業的組織管理 學到企業的策略分析 成本分析 績效運作 你就會發現 很有可能的那種企業 下一個接班T隊的人選 沒有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如何帶人 你知道如何領導 你知道如何溝通 你知道如何去控制 機械跟成本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我們希望正能夠 要以PMP為主軸 但是我要跳脫PMP那個架構 我要網上代課去思考 如果你是企業的 為下一代新的接班人選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第一個我要帶各位去看 你要注意的是 市場分析跟策略分析 這個東西 在學門來講 就叫策略管理 大學會說是半年 開支門分析策略管理 你知道我跟各位說明 就是策略管理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跟實務的個案 另一個在一起 那基本上 這樣的策略 是一個空泛 是一個概念性的東西 所以我跟各位分享就是說 我們在這門課裡面 我就會跟你們提到說 專案會有策略分析 你說 老師 專案會有策略 專案就做就對了 那你就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做研發專案 那你這個研發產品 要做就是 研發新的產品 或研發新的技術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做過市場代表 或市場分析 那很抱歉 你做出來的東西 有沒有買到 或者是買的量很大 你做出來在產品前 可能會就斷掉 所以一定要 在做研發管理之後 就做市場分析 同樣的道理 在做人力資源管理 不要不要 當然一樣 我一定要去思考 公司的兩年三年後的 人力缺口在談 公司下一步會轉投資 會成長到哪個地方去 所以他會需要 什麼樣的人進來公司做服務 所以我現在在找人的時候 我今天在找這種科系 背景的同仁進來 那請問 如果你不懂產業分析 不懂設計分析 你怎麼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 企業需要下一代的 新的同仁在哪邊 你怎麼知道 他的專長會走哪邊 所以你要去知道說 原來企業的成長 會跟策略分析 跟產業分析有關 所以我們會在我們當中 有一大段 會討論這塊的東西 讓各位清楚 如何透過 減要的策略分析工具 比方說 我們先做課長概念 比方說 你會聽過波特武力 麥克風波特 波特武力關係 但你如果聽過波特武力分析 來做分析 你會聽過BCG舉證 那是怎麼做分析的 從BCG舉證 你會去做到 所謂的市場形象 那種定位 你沒有聽過SWAT 對不對 優勢劣勢機會威脅 可是很多單位都做SWAT 常常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想 我有哪些優勢 我有哪些機會 所以我把想法都寫出來就好 可是SWAT在寫完 你就要去訂一訂 行動綱項 那你就要去思考 什麼叫行動綱項 如果沒有行動綱項 你做步驟都是假的 所以我們在測驗分析裡面 會跟你做到那些工具 跟這樣的工具 好 第二概念 專案的主機設計跟管理 在專案管裡面 一定會有team的概念 如果我一個人做一個專案 那就是小 那就是個人的私有專案 如果你這個人帶了一個同仁 去做一個專案 那就是個team 那如果是個team的專案 就會有team的 leader 的問題 你會有team的溝通的問題 或team的組織結構的設計問題 所以那個東西怎麼去處理 我們要做個單元去跟你談 如果去帶一個team 如果去把team的基因制度帶起來 如果去做基因的績效制度 如果去把工作分析做出來 那都是專案的組織結構人去談的事情 第三條工作是專案的成本跟績效 VS 財務效表 很多企業在做專案管理的人 或很多單位在做專案管理的人 基本上他可能是技術很強 技術頂級出身 對老闆生成支撐專員 所以他就出來帶一個專案 扣一個專案出來 那以後有一些人他可能業務能力很強 他賣了某一個東西賣得很好 所以老闆就把他提升出來說 某某專案的負責人 這個時候他可能只有技術能力 可能只有業務行業能力 可是對不起 他可能沒有產塊的概念 可以 所以在很多企業裡面 所謂的專案的力 所謂的專案金 往往他只是某個背景 某個抖面弄漢出身 這個時候他必須要跟成本 跟績效坎敗在一起 我想要評估專案做得好不好 你說老師不對啊 什麼叫專案做得好不好 專案做得好就是時間大 東西叫得出去就好了嘛 那品質客戶覺得OK嘛 可是在 對不起 在我們做專案管理顧問的 看起來不行 專案做得好不好 前面那是必要的條件 我剛剛講的 時間大 東西要支付 我剛剛講的品質要 所有客戶要得升級 這些東西要出來之 然後還要做到什麼 專案在執行過程當中 有沒有浪費錢 能力支援能力 無端的浪費 有沒有讓人員在那邊空轉 有沒有讓 有沒有讓每一個流程人員 有沒有可能在某個時間點 還是耗在那裡 你做事 因為等著前面流程 是你交給人 所以那個都是 成本跟績效率 注意的 所以照我們看起來 專案好不好 在於成本 績效 以及交付的成果 顧客看得到成果 那一定去做計算 一定去做思考 不能只是把 供期完成 不能只是把 成品交給顧客 就結束掉 那顧客滿意 這個成本就OK 所以不是這樣 因為專案執行過程 會讓你要很多錢 會讓你要很多時間 會讓你要很多時間 那時間成本怎麼算 那個要很多錢 很多公司 很多其實在做專案的時候 怎麼樣 A專案進來 開始做做做 錢收到 然後呢 錢收到之後 公司就叫 另外一個業務 或另外一個專案 再去接別的專案進來 再把別的專案 拿來養 前面的專案 所以我們就開網上 你專案也好專案 為什麼會有這種專案 是因為大家都沒有去計算 專案過程當中的 實際績效的問題 大家只會去注意到 什麼時間點 還交給顧客什麼 所以我們在正門課 會很強烈的去 談到這些東西 今天就會看到 我們今天會帶你們看 這些事情 我們會帶你們看 什麼叫實況什麼事情 今天會帶你們看 好 當然我們在正門課裡面 會看 會用翻證書的project 做快速度的原因 我想會有一點清楚 我就是 那我說我出身的講師 那我們會在 會在正門課堂上 帶各位去了解 如果用project這個軟體 如果用project這個軟體 快速的去解決掉 專案管理規劃的問題 快速解決專案管理規劃的問題 可能用這個軟體 大概很多公司買這種軟體 只會做一件事情 就跑甘特 甘特務是什麼 就是時程分析 就這樣 可是這個軟體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你幫你做到什麼 幫你做到就是 我跑出來可以算成本 算績效 那那個數字出來之後 到底背後代表什麼意思 你要能夠判斷 你要能夠理解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嗎 所以各位 你要去知道這個想法 當然 第一話我們會有些個案要跟你談 所以我們在正門課裡面 會有很多個案的分析 所以在各位同學 手上的講義上 是不是有個附件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有個附件 附件裡面是不是有很多個案的分析 有嗎 有一堆個案分析要跟你談 我會講 這些都是我實際經驗過 我在做管理規劃的時候 實際經驗過的個案 所以你會看到有很多個案的敘述說明 在講義 我們應該有兩篇講義在你手上吧 第二篇就是固件 就是個案分析的固件 包含有一些單位 我想我們後面慢慢刻的回來跟你談 那邊會有一些敘述 那些敘述就是 我當初在接到這樣的管理規劃的case的時候 顧客端子告訴我發生這些事情 那你是一個專案管理規劃 你是一個導企業制度的規劃 技巧改善規劃 你就要馬上判斷他 到底發生事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同學 在上我們這整個系列 專案管理這一個系列上的課程之後 你會有很清楚的影響 未來你看到這些個案 你看到你這個案 你就知道說 原來這個公司碰到這些問題 你馬上能夠指出來 搞不好再做就會變成是 下一個新的部位名文件就出來了 我希望你能夠協助各位 養成這樣的能力 好 這個是在課程重點 就跟大家跟你做說明的地方 別的說我們在課大概會談到這些重點 而這一類重點 沒有一個 就這五大類的重點 沒有一個是PMP該談的事情 專案管理學會在教的PMP 他在講是 專案管理有五大生命週期 九大的知識禮異 他談的是這個東西 可是除了這些之外 這我的要點 是我的課程的真正重點 我要顯示這歌 更實際的去貼近 業界掌握的狀況 帶你去看業界到底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他到底需要什麼 那我也期盼各位 如果你之前對管理學說 不是那麼清楚的朋友 或者這樣 我也期盼各位 如果你之前 清楚產銷的發展 某個懂命動畫的朋友 你可以透過專案管理 看到更多層面的東西 我希望透過這本歌 代表不會這樣的想法 這大概是課程跟你做說明 好 這是我們的課程中文 我可以開始看 可以的話 我們開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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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